那我们这个苏婆世界 大多数的人耳根最厉 那内言会上 释迦牟尼佛 叫文殊菩萨 给我们许言词发门 那文殊菩萨 许言词 观世音菩萨耳根运动 告诉我们 此方真教体 清津在英文 所以 绝大多数的人 是因为文法而求 社家在世 用奖金 叫大家听 孔子当年在世教学 也是叫大家听 那个时候没有书本 没有文字 完全是 严教 而为 经商告诉我们 相继如来 相继古 那个地方人 谁跟最厉 他听不懂 他听不懂 他看不懂 你给他吃 他一尝味道 他就懂了 他就开悟了 所以他那里 相反 为何死 相继如来 天天一饭菜 找到大家 一口口吃了 都成佛了 根性不一样 六根 根性不相同 佛用的方法 就不一样 要看你根性 随属印度 佛随缘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你哪个根力 用哪个方法 来帮助你 处处自说 片名字不同 佛对什么根 用什么方法 不一样的 一切不同 根性众生的人 佛是平等 都在那里 我们看不到 处处自说 名字不同 因为佛没有名字 菩萨没有名字 佛菩萨名字 都是因人而异的 那些名字 都是教学的方法 这个道理 中国道家 老子都知道 老子所说的道德金 第一句话就是 名可名 非常名 道可道 非常道 大道 大道 没有名 不得已说出一个自信 其实自信 也是不能用名字说的 叫 言语道断 信心出名 这才是真相 说出名字 早已经错了 杨语道